那高远对自己这场比赛整体的发挥做一个评价吧 发挥可能 晚上比较兴奋 可能你下午刚好这一天 有个时间睡了一觉 然后休息 我觉得整个精神状态 然后他常常感觉也是比较好 然后可能第一局也是领先后面输 然后后面慢慢调整之后 就对于 逐渐对于整个局面就有一些掌控 感觉就是和 和这个合作家和周凯交手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战术感觉是在后继局的时候 感觉非常走小 很快就得分了是吗 对可能开局的时候 就是打还是有点小习惯的战术 可能落后之后就心态方开点 然后一些战术也敢打 有些就是偏凶一点的球 也是成功率也比较高 我想问一下黄永琪 就是在比赛中 感觉就是你整个 感觉是比较激情 就是一旦得分的时候 可能很快就会呐喊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比赛中的感受呢 因为首先我是一个年轻运动员 然后能在这种大赛上面跟着林高远哥哥一起配混双 我感到非常开心 而且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球呐喊是我的踢某球运动员的精神最起码的尊重吧 对然后我也想就是代表广东 因为我们女队确实这几年我们成绩是特别理想 所以我想跟着林高远哥哥一起学习 尽量的往前能进一步就进一步 所以我会非常激动 对我觉得年轻运动员就该努力 那我想问一下高远 那个黄尹齐你们平时交流的时候 他也问你叫林高远哥哥吗 对反正就差不多吧 就这样说吧 可能就是能对媒体就稍微尊重一点 不是 对 因为凯文条我私底下也非常尊重 也是个对于球员非常厚重 我觉得有他的一些身上的特点我也要回去学习 在双打中也是每个人每个人的特点 是我可能在他身上学习的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是两个人其实在场上是一种互补呢 对可能就是混双吧 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难处 然后我帮你鼓一下 然后你有什么 然后我有什么便利 他帮我鼓一下 每个人就是可能双打就是这样 就需要 大家就配合非常好 获袭非常好 我觉得才能打得好 那实际上我们也特别关注林高远的这个单打 其实在下午那个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 碰到的这个张玉东 很遗憾输掉了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 对下午单打可能自己在赛前可能对比赛困难 可能没有准备的太足吧 然后再加上可能自己打完就整人的经济状态也不那么好 就可能不像昨天一样 可能全力不去呐喊 今天可能稍微打的可能 就整个状态比较正常 然后在打的时候也遇消一些困难 对方也是拼得比较凶 自己可能随着比分的落后 然后会越打越紧越打越拼 然后后面尝试了去想未转 在一些关键情况处理下还是失误比较多吧 所以说到最后非常可惜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张玉东 他实际上是一个场上也非常有激情 并且冲击力很强的对手 那林高远实际上是国家队的主力成员 其实你不停地在面临着 像张玉东这样的富有冲击力选手 不停地去冲击你 虽然很遗憾输掉了 那么这场比赛让你今后会怎么去总结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一次输准 就要每一次收获吧 可能在输完球之后 自己对于成功计算术 然后心理 然后各方面 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个总结 自己可能欠缺什么 包括可能是可能打四项之后 体能自己分配的也不太好 然后再加上可能整个人的节奏 我觉得可能在团体上 可能会想要比较多吧 然后后面觉得今天可能 没有太高的激情去对待今天比赛 所以说导致自己输了这场比赛 我们后面可能会慢慢去总结 去注意这种方面的问题 那混双拿下了这场胜利之后呢 那两个人对这个项目之后的 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打到半个赛嘛 就是这个时候就能赢一场 是一场目标 就是我们就是 其实放平均下来打 就可能打之前都没想到拿什么名次 就一场一场打嘛 这平常球可能也说不准 我觉得高远哥哥的混双能力 非常强的 我也相信他能在这个项目 因为以后混双奥运会 它是一个项目 是一个独立的项目 所以我相信他也是能够成为 这个有力竞争者 所以我觉得我能有幸跟他搭配 我们以后也能就是说 有可能会参与到这个竞争里 所以我会觉得跟着他会很开心 那你能不能跟他一下 大概就是很高远 在这个队伍之间的 还有你们之间的这个磨痕 的磨痕是不到了 其实他人就很好 然后然后老教我 其实我很多球 我本来来之前很多东西都不会打的 然后是他在场上一点一点教我 然后今天这下场 我就很明显赶快到什么默契就上来了 然后也很开心 因为毕竟他是主力嘛 然后我也是跟着的 而且是个女孩在混动 一个角色 对所以还是会好好跟着他学习的 好谢谢谢谢